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各位观众老人们 大家早上往中号玩一圣号 我是国际杰说 我这卡普空有一部操作特别的骚 2020年搞一个什么街霸的比赛 一定要用电脑来玩 这就导致了很多职业选手 又再去买了一份电脑版的街霸 因为一份游戏可以卖两次 其实这个游戏已经不只卖了两次了 它什么街机版啊 然后冠军版啊 然后在电脑上面 对吧一来一去的又卖了好几万份啊 这个钱赚的盆满钵满 卡普空又笑开了怀啊 不然怎么叫卡表 那今天萨克这边也是开了一个PC的账号 另外一边他给讲 这是用爱德的啊 我也不认识他 但我看用爱德的话还是有点好感 因为这个版本爱德还蛮强的 我自己也蛮喜欢用的 百列改了以后呢 感觉招式稳定性变高了很多 而且消耗能力也更强 而且就很多修正嘛 让这个角色不再变得很不稳定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好那我们来看回这个对局了 萨克现在这边 我发现他带了VT2 果然是个骚男人 这个正常的套路我是不玩的 要玩就玩骚的 看一下萨克这边是要怎么来用自己的VT 现在手上VT已经捏好了 我估计他是要找机会开 这边是TC过去 然后强开 这个球 哦 还一边把对手往板边去压 对手要不是这个生龙凹出来 我觉得萨克肯定后手有什么骚套路的 但是这一发VT是没有打到任何的东西 有点可惜 没有看到 我谴责他乱凹 这边是带VT2的 这个爱德VT2以后开始做一个打头则 清雕点完下中角直接摸中了 萨克应该是抢招了 既然要抢招 为何不抢生龙 直接一个EX生龙 啪 转圈转出去 就多帅啊 然后要是凹出去的话对手就死了 好那现在到了第二灯 这个萨克肯也是有一个作为自己高手的一个自觉 对吧 这种无意义的生龙不乱出 我们还是慢慢打 慢慢打就人没了 这边选择的是地空剑 这个地空剑打骚扰蛮不错的 就后手连段打不了什么东西 还是比较不舒服 很多角色这种地空剑打下来都可以连连段 但这角色不行 这边又是用这个VT对手之类交比 现在我看起来 这VT竟然还可以当中停一下 继续往前丢 我怎么之前不知道还有这股呢 原来是夏中调吃了一发勾拳上天了 萨克在这里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马上加贺希去了 我觉得他今天过来就是想秀他的VT2的 但对手完全不给这个机会 要么交VR要么交生龙 萨克表示这个VT2好像没什么用 我们也是从他的这个对战当中 一个学的教训 这个赛斯还是带他的VT1吧 VT2似乎没什么用 只是看起来好而已 对手要是有VR一交你就没了 萨克这边是上来直接一波前压 没有摸中脚 这个下中脚 扫不倒人的下中脚 下中脚 这个是独此一家 这边VS直接强行进身 在这里选择抢招 萨克还没抢过 不知道萨克到底按了什么 下中间打了一个插盒 这一手还不错 VS先掏一手把这个招式吸过来 但是我每次看萨克吸过来以后好像也没见他用 这个我记得吸这个角色的话应该是一个勾拳 对啊 这个排列以后可以带一发勾拳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个球拉过来对手又交比 萨克这边只能慢慢的把球推过去 没有了 这让我见识到了这个VT的强大 感谢萨克 那现在这个塔克将这边是笑得很开心 对吧 这个老萨克这边明显在放水 下中拳打中一个插盒 别人确认马上又是一个VS接上一个勾拳 又吸过来 这次选择的是折一下一个头 这VS的话吸回来以后有两个作用 要么就是直接吸一个别人的招式 要么就是可以拉过来直接强折 就跟桑加尔夫的那个VT一样 如果对手是防御姿态吸过来的话 是就对面可以抢几招 你是不利的 那如果是对面直接被吸中的话 接下来就是可以开心的折一下对手 三口这边 哎 用VS来打插盒很微妙 这个对手招式一出空 直接一掏 然后用这个VS呢可以做搬运 可以推的更加远那么一点 一波上天 下来百列下来以后 接下来应该是有个压起身 接下来 三口这边应该是要将军对手了 没办法 这个角色在对手晕点非常低的时候 就很好责别人 很容易破防 他的那个低空百列可以打头 可以打别人拆 也可以打别人抢招 各种都可以打 非常的好用 开局摸奖一个重拳 给到一个碎康 马上一个重奖 打一个连段 那这边是没能量 有能量 我觉得萨康应该会打得更长一点 这边重拳防住 对手这边是不敢抢了 上次抢的我有点没看懂 接着前前追对手的轰轰 萨康这边很猛 下重奖被防 VS想要去摸一下脚 因为下重奖打中的距离比较远 他觉得VS应该是可以打击下对手的抢招 对手直接跳 遇到可视 这边是交出自己的VT 来了 对手又出去了 哎呀 这是我见过最弱的VT 没有之一了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高手带VT2了吧 这真的太蠢了 没有办法更蠢了 看了我都落泪了 卡普龙设计了什么东西啊 那就碰到艾德这个角色了 反正至少是那种带位移V压的角色 你就不要想着用这个VT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 左权摸中 然后白猎打一发 对不对 这个白猎被改完以后距离非常的遥远 上天 然后落下来一圈直的进板边 跳中角又压中一下 萨克这边勤攻击带入一套连段 现在对手最后的一个暈点 又被抓一发V压中断来了 就差那么一点 没有办法打晕对手 萨克这边应该是不想放对手过门 会压得很紧 要至少把对手的暈点控住 时不时的蹭一下 这样对手的暈点就下不来 不过最后还是让对手逃过一劫 VS拉回来以后 勤攻击选择投 萨克这边厚厚溜了 这边又是开出自己的VT 这个对手不交V压吗 也不交圣龙吗 萨克的这一手还是用法蛮特别的 我见过很多那种赛斯 打这一手的话 是把对手无限往自己脸上去拉 然后去跟对手折 萨克在这边的话 选择的是一个强行把对手压到板边的用法 也就代表说他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开发 他觉得这样用是不错的 上来VS直接摸中一发 不愧是开发系的老男人 但是现实比较残酷 对手一招VR呢 这个就没啥用 这边低空剑又摸中一发 手上的VT好了 萨克又要来了 这边白链命中 BS往前打 又吃一发中角 萨克这里手上的VT 我就等着他出VT了 我就看看还有什么别的用法 应该是没有的 萨克这个就是TC摸过去强开VT 然后把对手往板边去压 这边EX机枪命中了 到板边 先给一发头 看一下怎么则 往后拉一步 想要去打一下插盒 结果被对手反过来一个下中角 一发CA上去 接下来就是一个生死则了 不过好在艾德这个角色 这个CA打完以后 那个则不是特别的强 对手要前前过来对拆的 这边其实交VR 萨克这边是不准备开VT了 也没智慧了 接下来就看能不能一发入魂了 这时候这边出空了 CA 走 What 你萨克不打C 你脑子瓦腾了 哎呀 我服了 萨克真是一个微妙的男人 现在这个对局的话 我们只能做一个抢三的对局 萨克完全让我没有看明白 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明明有三个资源 非要去打一个两个资源的连段 手上一个CA直接挥出去 对手人都没了 下中角然后直接VS 这个下中角还能带连段 有点微妙 萨克这边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提示 这个下中角可以直接接VS 老板边 这边中拳摸到一下乱动 清拳点中 EX百裂 一波送到板边 现在手上的VT已经准备好了 萨克这边肯定是要开的 看好这边 命中了 命中的情况下 哇 帅啊 太骚了 这个真的啊 就 萨克这个连段 这个泽 你感受到了没有 这就是一个职业玩家的开发能力 为什么萨克是开发界顶端的男人 他很热衷于 去做这样一个开发 对吧 但是问题又来了 这个东西要能打中别人的机会有点少的可怜 首先得确保你TC一套打中别人 然后把这个VT开出来 那TC如果被对手防下来 你还是得开 因为不开的话 你要被缺乏 所以其实实用性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 比起麦奈特 那差太多了 对吧 低空键又中 中掉防住以后 爱德这边是开出自己的VT 直接吃到一番百类以后晕了 那这样的话是到一个双赛点 两个人打的还是很激烈 我也不枉我往后看了这么毒 这个萨扣近来是 告诉我这个东西有这样一个用法 那我刚才那个则过来的时候 我是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分辨正义的 对手除了生龙 我觉得生龙有可能会飞空 对吧 因为他有一个正义则 那生龙有可能会打空 这一发跳中掉防住 然后萨扣这边 手上也没什么东西 用自己的VS去吸两下 抓到插盒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VS过来 这VS有时候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 还很好用 因为跟你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远 比较远的话 对手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来则你 所以这个 这个招式控好距离 还是很管用 萨扣这边受伤了 VT又一次好了 继续做一个等待 VS过来 诶 这已经吸到了 萨扣没确认吗 哎 这个中拳打中了 有点可惜 萨扣刚才已经是有机会可以开了 那一发中拳接上TC的话 就可以把自己的VT交出来 下动掉一脚勾中 然后继续往前压 再VS回来 掏一手 那接下来又是一个百列魔角 看好 百列魔角以后 VS往前拉一发 这边是 呃 还有这样子的用法 学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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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让我见识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很惊讶 萨扣竟然还能把对手的招式融合进去 用对手的这个勾拳打完以后 开出自己的VT 一样可以折 这个就很亮眼 那说明萨扣研究的还蛮多的 还有不同角色之间的一个用法 左拳 某种反摇角来一个 几枪 继续往前压 清拳 是可以连的 下中角要摸到一下乱动 对手的一个音点很高了 应该是没机会 中角要开出自己的VT 三合这边直接空中一个低空间 一波收走 好了 那今天呢 这一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关注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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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